哈喽,今天咱们来更新一款超级仙女系的新娘家 首先呢,我先用冰茶的01号打了两遍底,分别照了灯 然后现在涂的是底胶,照灯,擦掉浮胶 这个底胶位的是层魔镜粉,局部的蹭,不会蹭到多余的地方啊 然后用日式的硬式封层来给它做一个这个造型 然后这个造型的话呢,咱们就是说两边不要涂得太饱满 略微的往里收一下,然后咱们照灯30秒来蹭上这个四色的这种魔镜粉的话呢 你照灯时间短了,蹭上不亮,照灯时间长了,蹭不上 所以说咱们要控制好时间30秒啊 然后无明值也是,你也可以全部都做好造型统一去照灯 因为咱们没有就是说做出太高的这种立体纹路 然后中指的话呢,就在中间随意的画了一笔 然后蹭上了粉,呃,食指和这个嗯,其他的是一样的啊 统一就是做出造型,这个造型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改良啊 然后全都做好以后呢,咱们把魔镜粉蹭好以后 咱们要给它就是说做一个精细的处理 把边边角角多余的粉擦一下 接下来咱们擦好以后要用到的是棉洗这里粘钻胶 把这个魔镜粉包裹一下 然后呢,咱们顺便把这个呃,泡泡珠啊 小钢珠啊,还有珍珠啊,全都给它搭配在上边 就是把你立体的珠子全都拿出来去 因为棉洗这里粘钻胶它是不流动的 所以说去粘这种立体的呃,小饰品 它是比较结实的 随便的全都搭配好以后呢 咱们把前端不要搭配的太多 然后呢,我又给它搭配了一个小蝴蝶结 因为它的甲床太小 所以说我搭配了一个这种纸质的 我折了一下 然后要用硬式封层给它做一下包裹 填缝 咱们珍珠还有小泡泡珠什么的全都要填 不然的话它会掉,一定要包裹好 学会了吗?我是优虾 爱美甲超乖男人 双鸡哦,猫猫的